三藩市 加州66元送餐計劃三藩市接受獎者申請 在三藩市居住的獎者 如果符合資格可以申請免費的一天三餐外賣送餐上門 這個Grey Plate Delivered SF項目 是由加州和聯邦撥款發出 每名獎者每天66元的線值補貼 由各院政府向餐館購買三餐送出 市長布里德在今天的記者會表示 很多更低收入的獎者都可以符合 糧食卷、Kell Fresh 或其應送餐服務 Wills or Mills等 但收入高出一些的獎者 甚至可能是業主 可能收入就僅僅夠維持生活 所以這個項目是填補這方面的空缺 申請資格是居住在三藩市65歲以上的獎者 又無法自己出去買或在家煮食 獎者自己獨居或與另一名成年人同住 收入每年少於74,940元 或兩人少於10萬1,460元 不過屬於高危的獎者 包括有慢性病、確診新冠肺炎 或與新冠肺炎病人有密切接觸 60至64歲也可以申請 市府表示在州長宣布後 已有超過350名獎者聯絡希望參與 預計最多可以為超過6,000名獎者送餐 市府主要與非牟利機構SF New Deal合作送餐 現在一共在約65個本地餐館 購買一個星期約2萬份套餐 不過獎者就不可以選擇餐館 想知道自己是否合乎資格的獎者 可以打電話到三藩市殘疾養老服務部 Department of Disability and Aging Services 咨詢 電話是415-356700 工作時間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 拿糧食券或其他聯邦糧食援助計劃的獎者 也可以打電話咨詢是否符合這個項目的條件 都可以到三藩市社會服務部官網查詢 這個計劃在加州各院都有進行 各院的居民可以查看各院的咨詢 天下維視記者能力拿報導